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团体营养善食与自备 要介绍米食自备的部分 教学的目标 今天的教学目标是要认识并了解米食自备的部分 认识并了解米食自备的特色 认识并了解米食自备的主要内容 那课程的内容是介绍米食自备的部分 有关米食自备的特色 还有米食自备的主要内容 米食在一个饮食文化的传承上 由于米是中国人的主食 含有丰富的淀粉以及多种必须的营养素 所以是非常理想的一个热量来源 它就是含有很多的淀粉质 碳水化合物 就是所谓的糖类 那这个糖类呢 在我们营养学上 每天的营养学它所占的百分比就是要有 热量的来源我们推荐 那米又是我们中国人最主要的主食 所以米是非常重要的 米食在我们中国饮食文化的传承上 有无可替代的特殊地位 在我国的年熟节庆的文化中 各式各样的米食高饼点心都会利用米来制作 呈现出了很丰富 而且具有文化内涵的一个 这个叫做米食的产品 米食的产品是非常丰富的 这是我国的一个文化内涵里面 这是在饮食文化的传承上 米食丰富了我们的饮食文化 台湾在地生产的稻米 由于行政院农委会在农粮署 为了提升国人多样饮食的饮食方面的选择 以在地食材在地消费 这样的观念来推广台湾在地生产的稻米 除了有纯米粉 纯米的这个粉丝 百分百再来米制造而成 调和米粉丝 是50%以上再来粉 参合了玉米淀粉 或者是其他的淀粉制作而成之外 业者也曾经利用米研磨成粉的一些米骨粉 在搭配了面粉制作的各式点心 蛋糕等等烘培食品呢 就纷纷的上市 这是由于我们行政院农委会农粮署 极力的一个推广之下 这些用米食做的一些点心蛋糕 以及烘培食品 都是以米的这个骨粉来做一个推广 常见的米制品 米的外观不变的包括就像 爆米香啊 饭团啊 寿司啊 油饭啊 粽子啊 米老啊 还有糯米肠啊 猪血糕啊 腊八粥啊 米汉堡啊 铜纸米糕 那这些都是米的外观不变的一个产品 那另外把米磨成浆 来使用制作的像汤圆 萝卜糕 麻薯 米粉 年糕 发糕 板条 昂谷 还有这个薯菊糕 还有米苔木 米姜 碗糕等等 碗粿 这些 这些都是用米浆制作而成的 那另外米的发酵产品 就像米酒 米醋 甜酒酿 这些就是一种米经过发酵 把米经过发酵而制的一些产品 最有名的就是台湾的米酒 还有米醋 甜酒酿 这些就是我们台湾最常见的一些米制品 那经过统计发现说 我国国人每天每天每人在米类的食品摄取量 大概就是158.3公克有这么多 那国人每人每天平均米类的食品摄入量 就是158公克 那远高于其他的其他类的食品 因为真的就是米 就是本身来讲 它就是我们的主食 主食摄取量在一个金字塔的均衡饮食里面 就是希望占到50到60% 所以我们台湾就是以米来当作主食 难怪一天的摄入量就是有158公克 另外稻米食品安全的议题上面呢 一直都是以国人所关心的 因为在米食的卫生安全标准 定定上呢 有对于拱 隔 铅 铅 这些重金属 它有一些限量标准 在农药残留方面的定制 包括了生长的调节剂 三枤 三架一共有就是对于农药的残留方面 由于把这些农药做了太多的一个剂量 对于米的残留上就有132种这样子的一个农药安全的一个容许量 已经制定好了 可以让我们可以参考 也就是说在米类的一个卫生安全 有一个标准残留量农药的安全容许量 纯米的一个粉丝上来讲 这个纯米的粉丝本身会比一般其他的修饰淀粉 或是其他的淀粉就能够更助于血糖的一个调控 这是相对于假设它是来自玉米粉或是其他的淀粉相较之下 利用纯米做成的粉丝本身就是比较能够有助于血糖的调控 因为在制造的过程中不许使用任何的食品添加物有这样的好处 而且含油量很低 蛋白质的效益呢 就是可以以净蛋白利用力以及消化的一个吸收率 都比其他的谷类的一个蛋白质来得高 也就是说米类的所含的蛋白质更容易被人体所消化吸收 那纯米米粉可以说就是健康的一个主食来源 加上纯米粉粉丝 以再来米为原料而言 这个直炼的淀粉含量比较高 摄取之后对于血糖上升的幅度会比较缓和 就能够有助于血糖的控制 对于糖尿病来讲 他们在选择食品的时候 通常都会考量到 如果能够比较优于控制血糖的这样食品 他们的选择上就会比较喜欢选择这个控制血糖比较好的产品 那另外还有所谓的米仔条 米仔条 Rice the pasta 在农粮鼠也就是辅导加工业者 他们开花出来的含米量百分百 能够采用稻米为原料 具有条状形态的一个新形态的一个米制品 称为米仔条 那它本身米仔条应该说负有很多的蛋白质 像氨基酸 而且它本身就是属于一种低过敏源 容易煮熟 而且又比较好消化 这样的特性 所以是国人购买米制品米产品的时候 一个最新的选择 因为它本身是百分百纯米粉的一个粉丝 所以呢 整粒 以整粒的一个米或者是米米骨粉 经过部分或者是完全糊化 进而加工制造而成的一个新形态的米加工品 那这个是新形态的一个米加工品 这个米仔条呢 最近就被大量的推广 因为它实在是感受上米仔条 你可以把它像是一个意大利面的一个做法来呈现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 因为国人也喜欢把自己的食物多样化 所以米仔条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那由于米仔条口感跟一般的面条很相似 米仔条有一般也可以像一般的这个面条 快组的一个功能 也就是也有一些厂商提出 认为米仔条仅需要用热水浸泡十分钟就可以食用 那对于登山客或者是外食者来讲 就是一个方便食用的一个方式 很像是泡面 但是又比泡面比较没有像泡面那么快速 而且泡面一般来讲都是油炸 所以米仔条它的在口感上又比较滑顺柔软 比较有点倾向意大利面的这种口感 所以中华谷类食品工业技术研究所呢 就研制这个米仔条的喷条方式 口感跟一般的面条非常相似 所以在这一部分 我们呢就可以试着 把这个米仔条做成像面条的方式 用筷子的方式 看是不是能够替代泡面啊 或者是这个意大利面啊 其他的面条的一种筷煮面条的方式 那另外米食制备的部分 我们也可以介绍碗糕 那由于传统米食加工制品里面 有关碗糕是一个 我们中国传统制法里面比较繁复 不利于米食的一个推广 但是近年来 在再来米粉的一个取得比较容易的情况下 开花这个碗糕 玉拌粉的米浆 就是比较能够容易被推广了 所以能够在搅拌后给予一个粘性 防止这个米浆糊成这样的一个现象 或者是分离出水的现象 所以它本身不是面 不是面粉浆含有一些面筋 对于这个碗糕的部分呢 就可以利用碗糕的特性 我们利用碗糕的特性来制作 首先我们是用再来米浸泡五个小时以后 用湿磨成一个米浆 经过部分糊化了以后装入碗里面 事实上这样子的一个米浆 这个米糊化后沉入碗中 加上配料铺在上面 经过蒸熟就可以得到部分糊化 提高米浆的粘性 这样子的一个产品 是一个老少咸鱼的一个米制食品 那我们常见的配料 像咸蛋黄、红葱头 这个大虾米啊、小虾米啊 再加上一点盐、酱油等等的一个调味 那么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做碗糕 进行碗糕的时候 可以用简易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就做出碗糕 那我们也可以用修饰淀粉来做 因为淀粉是一种高分子的聚合物 天然的淀粉有很多的特性性质 无法完全符合加工应用的需要 所以我们常常也会利用 这个物理或化学的方法 来改变这些天然的淀粉性质 那此类的淀粉就成为 修饰淀粉的一个情形 那这个修饰淀粉呢 就是将这些天然淀粉 用化学物理的方式来处理 使得天然淀粉在某些性质上产生的变化 而拓展其应用的领域 修饰淀粉拥有相当多样化的一个功能 这个调配不同的性质的一个修饰淀粉 可以得到不同功能的一个特性 这个呢 修饰淀粉是我们可以利用 来做很多不同的产品的 那这些修饰淀粉 我们可以用物理的修饰方法 包括湿热处理 用湿热处理的方式 或者是润化的方式 或者是蒸汽喷煮的处理方式 这样三种的方式来做物理修饰的方法 得到一个修饰淀粉 那这些修饰淀粉 它的湖化温度呢 在最低的水分 像小于30%的时候 它湖化的温度上加热呢 成为湿热处理 那如果是高水分 就是小于60% 但它的湖化温度的控制呢 加热温度呢 就称为润化处理 所以这边有所谓的湿热处理方法 还有浮化处理的一个修饰淀粉 那以高温 以高温蒸煮 加热就称为蒸汽喷煮法 那这个就是不同的 这个修饰淀粉的一个情形 那它们的浮化温度呢 上都会有一些变化不同的 有关于改变淀粉的物理化学性质 这些处理都会使得 淀粉的物理化学性质有所变化 像物理化学性质上的影响 包括颗粒形态 以及结晶的一个改变 由于这个热含的变化 使得酸骨的螺旋含量有所变化 那直链的淀粉 油脂复合物的数量呢 也会有所变化 盆润粒呢 就是糊化特性的一个改变 也会因为 这个修饰淀粉的改变 而有所变化 它的糊化特性 就会因为这样子的变化 就盆润粒就有所变化了 所以修饰淀粉 在用于食品上的工业 我们可以用增加它的征愁性 还有增加它的交动性 还有它的结着 跟其他物品的一个结着能力提高 粘合力也会提高 也会增加量 也就是说它的膨胀性会增加 会使整个食品的量感受到 会比较有那个饱食感 也可以形成保护膜 有这样的一个作用 对于天然淀粉所改变的特性 就是在糊化温度上的改变 粘度上的改变 还有糊化特性 以及耐热性的变化 抗酸抗热 以及机械减切性质的变化 老化速度 以及安定性的一个变化 水和性的变化等等 这些都是 对于天然淀粉所改变的一个特性上 就有这些变化 那有关于米的制备技巧里面 如果是一个很简单的米 在做制备的时候 这个简单的技巧就是 每天应该 就是我们在做米食的制备 在洗米上 应该要先将米 沥干 吹煮 浸泡了20分钟之后 使得符合 使用这样子 符合饮用水标准的 一个适量水来洗米 洗个三到四次 或以自动 全自动洗米机来洗米 洗干净了以后 沥干 沥干了后 装到吹饭的一个盆锯上 蒸煮使用干净的一个盆锯 来做蒸煮 避免重复使用吹饭的饭盆 因为这个饭盆上 最好就是干净的饭盆 这样子才不会 上面都有coating 因为它有coating 其他的米在上面的话 就很容易会有所变化 就是会容易胶着 在上面 再来就是 这个仙人掌杆菌 假设原来的米 还留在这边的话 那这些仙人掌杆菌 它是产暴菌 它有可能就还 继续存留在这边 那这锅 这锅米饭 就会开始有很多的仙人掌杆菌 那这个仙人掌杆菌 因为我们没有把这个锅子洗干净 以至于它有残余 因为重复使用了 所以它会残余了上一餐的米粒在上面 或者是残余了两天前 如果没有洗干净的话 就会有这种情形 那这时候 残余的米上面的一些仙人掌杆菌 就变成好像在接种一样 像不像你在接种进来 这一锅饭 有仙人掌杆菌 因为请注意 仙人掌杆菌 它是一个产包子 它是一个产包子菌 它的包子很容易残留在上面 也就是说这锅饭 因为你没有洗干净 上一锅饭所留下来的米粒 以至于你的仙人掌杆菌 就存留在这些残余的饭粒上 那你就像接种了这个 这个仙人掌杆菌在这里 那例题一 本单元的例题一 国人每人每日平均米 米类的食品摄入量有多少呢 例题二 修饰淀粉 它在物理修饰的方法 以及内容有哪些 例题三 团体膳食碗粿 你如果要做碗粿 这个碗粿 碗粿的特色为何 它有哪些馅料啊 它是用什么粉 什么米的米粉做的呢 例题四 修饰淀粉用于食品上的一个功用又为何 就一般我们如果用修饰淀粉在食品上 我们可以用做什么 例题五 控制团体膳食米的一个自备技巧的内容为何 因为米有米的特性 那在自备的过程中 你应该怎么去注意它的技巧 好 本单元的课后反思 就是团体膳食米食的自备部分 我们有做了一些简单的介绍 希望你会喜欢 我们在这边要告一段落 再见 拜拜